美軍在霍爾木支海峽向靠近的伊朗革命衛隊船艇 名槍30發示警 國防報指 六艘美國海軍和海岸防衛隊艦艇 護送核潛艇坐戰亞號期間 13艘伊朗革命衛隊的船高速駛近 最接近時,雙方距離只有137米 美方響號以無線電等方式警告無效 其中一艘海岸防衛艇開火30下警告 伊朗的船之後離開 美國國防部強調對方不理警告靠近 美方有權自衛 這次是一個月內美軍第二度向伊朗船艇名槍示警